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旺女頭走在一段距離 就見到一間很寬大的主務室 迎面而來就是一股極為濃郁的藥材味 主務室的中間放著一副棺材 棺材裡浸泡著紅色的藥水 遠遠望過去就如同鮮血一樣 我心想不會是新鐵膽浸的那些吧 眼前的情境令我產生了一種極為詭異的彷彿感 之前不是曾經夢到過類似的情境 我不是就是躺在一副這些龐大的血觀裡嗎 我吐了一會兒就問她 那我們拜完天地 不是就躺在裡頭嗎 那女子就笑意盈盈地躺在頭上說 這一份就是我為你準備的大禮 等我們拜完天地之後就可以動防花鐘 到時候我就可以替你們孟家生一個兒子 那就算你死了 孟家都不至於滅門了嘛 我一聽她這樣說 然後當堂的頭皮發馬 難道連我都要落到跟陳狗一樣的命運 呃…請問我可不可以拒絕嗎 我看你也是個知書識力的女子 所以我們這宗婚約既不是兩情相悅 更加沒有父母之命和梅卓之言 那女子衝著我小笑話 不是呀…我們是有梅卓之言的 因為這些都是你爺爺孟座的意思 什麼話?我個腦弄這樣一聲 你不是玩的吧? 很快 那女子就拿出了一個很精緻的檀木盒打開 裡面有一封信 即刻就判斷出是爺爺的字跡 封信是這樣寫的 孟安 你能夠看到這一封信 敢說明你已經來到了絕境 你也知道孟家祖先留下的光輝時跡 你千萬不要怪爺爺 沒有把所有的事告訴你 其實關於你的身世和劫難 我要說兩點給你知道 第一,你當然不會是葉隆轉世 當初,葬龍山的怪物 的確是想方切法地 要將你的生魂搞成葉隆轉世 但是,被你娘用秘術來糾正了 所以,你雖然看起來是葉隆的命格 但事實上,它是藏有一個變數 第二件事 最後一劫的天劫 我已經幫你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世間的路,不要走 需要你自己一步步地闖過去 你面前的這個女生 叫做楊飛鴻 她可以做你的妻子 可以幫得到你 是一個值得相信的人 先不要去理她 年齡比你大很多 始終因緣這件事 是沒有什麼將法可以去說的 這一段時間 但是,各路妖邪都會因為想搶奪壯龍山機緣 而紛紛跑出來 你不用心急 如果你現在一時失意,也不要緊 堅持著,向前走 總有一天,你可以看到摧殘光明 是的 在第七棵樓樹下的衣冠寵 你有幫我立嗎 這一封信 一共就兩頁子 從顯詞造句上來判斷 應該就是爺爺寫的沒錯 而看到最後一行字 我就更加沒有半分懷疑 在袁武湖 第七棵樓樹 跟他立一個衣冠寵 這一樣 是爺爺上了壯龍山之後 故意吩咐我做的事 可以說 除了我和他之外 不會有第三個人知道 而令人因爲的是 在信中 爺爺故意教大了葉龍轉世的事 也解開了我心中的困惑 隔了好一會之後 我才看著眼前這一個 叫做楊飛鴻的女子 就問他 這封信是何時留下的 就在沒有多久之前 大概是幾個月左右 我在霧裏面過日子 對外面的時間流逝 並不是那麼清楚 聽到這句話 我一下子就大起過望了 難道說我爺爺還在生 他已經在壯龍山上 下來了 我明白了 他隱藏自己 只不過是想天下圓滿的人都相信 他已經不在人世 只是 他為什麼 要我和眼前的這隻女師成親呢 這件事也太過反常了 楊飛鴻說 那這一層我真的不知道 他只是把這封信交給我之後 沒多久就走了 我望實眼前的楊飛鴻 他應該不可能偽造得到爺爺的信件 何況 以我現在這樣的廢人狀況 他做什麼都好 都不需要浪費這樣的心機 去一萬步來說 就算爺爺是為了盲架 將我當成一粒棋子 我也沒有所謂 於是 決定接受眼前的這一切話 好 我答應你 去接受爺爺的安排 反正離奇的事 我已經遇過不少 也不差你一件 本集經意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讚 以及留言 第304章 千年之戀 楊飛鴻小笑話 上一世 我們愛戀得很辛苦 但最後都在不到一齊 所以今世 我是不會再放棄的了 孟相公 希望你能夠好好的對我 和上一世一模一樣 這樣好嗎 那上一世的我是什麼人 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你不要問那麼多 總之 就算整個蛇嶺都有怪物要害你 但唯獨我楊飛鴻 是不會害你的 他這句話說出來之後 我就明白 楊飛鴻並不打算把我的前世 告訴我 又或者 他現在還是有所顧忌 那等你想說的時候 你再說吧 楊飛鴻說 嗯 那既然你答應了 我們呢 就再正式這樣 認識一下 我叫做楊飛鴻 今年 一千多歲又多了 我牛了牛說 哦 我叫做孟安 今年十八歲 哦不 今年已經十九歲了 楊飛鴻有千多歲 這個數字對我來說 都還是非常震撼 我現在沒有道歉 根本看不清楚他的真正實力 也不知道他是處於一個什麼級別的女師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他都沒有對我散發出一丁半點的屍氣 如果不是 就憑我現在 毫無防備地跟他簡單聊幾句話 我就足以被屍氣所毒死了 楊飛鴻就很高興地說 孟相公啊 我現在還搓一塊紅頭巾 你那裡有沒有啊 哦 那真是巧了 我身上邊 還真的帶著一塊 而且還是我娘用過的 那一塊 收著董字的紅色頭巾 我一直都藏在身邊 這塊紅頭巾 我娘董秀蘭蓋過 後來 郭元玉又蓋過 想不到 現在就換成了女師楊飛鴻 都不知道應該說 是造化弄人 還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呢 楊飛鴻接過紅頭巾 就坐在一邊 顯得非常天靜 都真是好像一個溫柔的新娘 她忽然問我 孟安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一下 你有沒有喜歡過的人啊 我遲了一下 老海之中 一閃而過郭元玉的影子 但是很快 就被我否定了 我和郭元玉之間 實在是很難用中意來形容 就搖搖頭說 沒有啊 楊飛鴻就半信半疑地看著我 十九歲 正是程度初開的年紀 你剛才這樣疾了一疾 就說明你是動過真感情的 我笑了一下她掩聲 反問她說 那你呢 你以前有沒有喜歡過什麼人啊 楊飛鴻就呆著了一陣 師傅笑話 我生於豪門世家 喜歡過的人 就只有你一個 一直都沒有變的 在跟你相遇之前 我連拖都未曾拍過了 這番說話 我聽不出真假 不過 楊飛鴻口中的我 自然是指千年之前的人啊 講完 我和楊飛鴻就開始拜天地 今次 直至都沒有其他人打擾了 古墓之中 燈火搖曳 到了最後一個儀式 夫妻對拜的時候 我見到了楊飛鴻有眼淚水流了下來 我有點驚訝 因為 對於死了的人來說 流眼淚是非常消耗元氣的一件事 但是 我遲了一陣 終究是沒有去追問 禮成之後 我有點尷尬地掀開了她的紅頭巾 臉 不由自主地紅了 接著下來 難道就要到棄育了? 畢竟人師之間的成分 無論在心理上還是生理上 都還是很難以接受 但是 這一條紅線是由爺爺牽的 我又不能夠拒絕 楊飛鴻笑著說 孟相公啊 雖然我們禮成 但是 最後的洞房花燭夜 都還是要等你度過天劫才可以進行 所以 現在 還不是時候的 她這樣說 我臉就更加紅了 看來 想多了的人 是我 而通過她這番說話 我就知道 楊飛鴻對我是一定沒有惡意的 因為 她不打算奪走我的懸陽之力 那 接著下來 我們做什麼? 楊飛鴻就指著那一副 裝滿了紅色藥水的棺材說 哎呀 我差點忘記了 你呢 快點進去療傷先 這一件事 可以幫助你恢復身體 讓你可以重新提高境界 什麼? 聽到可以提高境界 我即時就激動不已 畢竟 就連陳狗阿爺都說我已經沒辦法再練氣了 如果只要浸在這個血棺材 就能夠成功的說話 那麼老虎帶我也要去試一下 不過 我還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畢竟男女有別 總不能夠當著女仔面前脫衣服吧 楊飛鴻就忍住 掩緊的嘴子笑了一聲 你又真是臉皮薄了 這些藥水之中 是有著一種再造經絡的古蟲 不過剛剛浸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痛的 她說完就離開了主務室了 而走到去入口的時候 她又忽然停著腳步說 對了 我帶你離開陳家的時候 你的行李我都帶來了 那陳狗 就會以為你心情沮喪不辭而變 所以孟相公 你就一於在這裡安心療傷啦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孟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讚 以及留言 第305章 奇怪的女子 楊飛鴻走出去之後 我就脫了衣服 遲了一會兒 直至 都是走進了那一副 鮮紅湯藥浸住的石棺裡面 很快 我就感受到一種奇怪的感覺 的確是有些小蟲在我身上爬緊的 這些應該是一種極小的古蟲 它落在我的身上 令我覺得蘇蘇麻麻都幾是舒服 常規手段醫治不到的傷病 通過這些小的古蟲 就卻可以完成 之後 在每隔一段時間 我就會離開石棺活動根骨 然後再回到這個血棺裡面 浸泡療傷 如是這般 來回幾次之後 我開始嘗試回連戲 經絡和丹田所造成的傷害 確實在慢慢地恢復 現在 我卻能夠重新認罪順讓道歷了 這幾天下來 楊飛鴻就為我準備好一日三餐 她看起來 雖然是個富貴人家的小姐 但是一點都不像十字不佔羊春水的模樣 我能夠感受得到 她對我的照顧是非常用心 而就在我練功休息的時間 楊飛鴻間仁中都會跟我聊聊天 說說她以前的趣事 只是一旦涉及到關鍵的信息 她是立刻閉口不體 漸漸地 我突破了開啟餘氣 再一次提升到了觀星之名景 我以前也曾經提升過 今次可以說是輕居熟路 相信不用一年時間 我就能夠恢復到受傷之前的登天一景 而在這個時候 我又是可以 看得到各種陰煞邪氣和屍氣 但是對於楊飛鴻 我就怎麼都看不到她的狀態 見我這樣 楊飛鴻就主動解釋說 楊相公 其實我不是屍體 但是又不是個生人禮 不過我吃的東西 和你是一樣的 只是一日三餐 就不用像你吃那麼多 她這樣說 我就更加不明白了 什麼叫做不是屍體 又不是生人 不過說起來也很奇怪 我在楊飛鴻的身上 竟然真的看不到 殭屍才有的那種屍氣 而是一種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氣息 難道這個世界上 真的存在著一些 非人非屍的通天仙人 我忽然想到了聶紅線 就和楊飛鴻說了關於她的故事 楊飛鴻聽完 嘴巴說 哎呀 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這麼神奇的殭屍嗎 不過 我就真的不是這樣 不信的話 你可以捏一下我的手臂 來感受一下 我是不是殭屍嗎 說完 她就大大方方地 把手伸過來 因為常年不見陽光 她的肌膚好像雪那麼白 透過皮膚 還能夠看得到綠色的血管 我伸手過去摸了她一下 是正常人的體溫 而且還能夠感應得到 墨薄在那裡跳動 我一下子慌了 難道說 楊飛鴻沒有一千多歲 而是跟我一樣 只不過是由外頭 入到你這個大帽 但是 她對於各種歷史典故都非常熟悉 再加上她那種獨有的神情 絕對不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女 可以扮得出來的 對了 你不是說你有很多仆人嗎 為何我一個都看不到 楊飛鴻說 他們大多數已經嫁了人 幾乎都是在陳家選擇的夫妻 若然不是我這樣幫手 陳家看怕要滅族也像 唉 但我其實都不想他們和陳家忍糾合 只不過我都是身不由己 好多的事我想阻止都阻止不來 這陣楊飛鴻越港外越糊塗 陳家發生的事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他會說他這樣做是身不由己呀 我即時問他 是否你要報復陳家 始終 蛇嶺遭遇到斬龍 搞到風水地脈大扁 各種靈氣阻斷 我如果是楊飛鴻 那不想報復的勢是假的 楊飛鴻忽然燈大雙眼看緊我 看起來就很不高興 但是 都還是強行忍住了不發作 不是我 明明我是在幫助陳家 只是有一些事情 你現在不需要知道 你懷疑我 那在你心目中 原來根本就沒有把我當成是你的妻子 我甚至還不敢有些懷疑 難道真的我錯怪了楊飛鴻 跟她相處的這段時日看來 她並不是一個窮空極惡 有仇必報的女子 我甚至是能夠感受得到她的善良 看來 在這個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很大的秘密 於是我很誠懇地說 楊姑娘 陳家的陳狗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是想搞清楚這件事 至於說 其實我們也是剛剛相識母女 眼下的我 確實是很難把你當成是妻子般看待 楊飛鴻就享受休息 又勉強逼出一個笑容說 唉… 那…我帶你四處走走走 等你動力恢復之後 我再跟你說說 我們過去發生的事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讚以及留言 第306章 來者不善 楊飛鴻說完 拖起我就走出了房間 大霧的範圍很大 在幾個石壁之上 我見到了羽化仙人 還有丹爐、仙草等求長生的壁畫 令我想起 張誠中關於那道青銅門的描述 來到一間偏僻的石屋裡 我見到兩個呂伯人 他們動都不動 看起來和正常人沒有任何分別 楊飛鴻就很平靜地說 等到這最後兩個呂伯家出去 那陳家的助奏就會結束 她的眼神之中並沒有喜悅 她夾襲著一種千年不化的秘相 說完這句說話 她轉頭望述我繼續說 其實這些女生都不是跟我陪葬的 有一些是我在外面的森林救回來 她們都是好命苦的人都沒有了自由 她們是在外面的程度 對她們都沒有認同 那麼我不是在外面的森林說 你的森林雅叫你在外面的森林說 你也不會接近一個人在外面的森林說 看起來都不會接近一個人在外面的森林說 這件不說什麼都沒有